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实际上不准穿鲜艳的衣服 不准买喜欢的东西 看牙衣被说是勾引 孝顺婆婆成了慧下金蛋的鸡 这样的复原爱在婚姻中又有什么幸福 营造的模范夫妻人设又有什么意义 从复原爱拒绝江洪杰的面谈 不愿去台湾 也不愿江洪杰来日本时 双方就已经处于婚变的漩涡中 几次访谈 复原爱曝光婚姻生活 将江洪杰完美丈夫的人设撕扯得干干净净 复原爱四页访谈控诉完美丈夫江洪杰 拒绝会谈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的复原爱 似乎下定决心和江洪杰一刀两断 在接受日媒采访时 复原爱不再配合江洪杰的爱妻人设 主动爆料两人的婚姻内幕 杂志封面 醒目的真相 霸凌 内幕等字 足足四页纸都是复原爱的控诉 充满侮辱言语和控制的婚姻生活 爆料中 复原爱几件事看得人火冒三丈 其中一件 当时怀孕的时候 复原爱去看牙医 因为穿着一件鲜艳的衣服就被江洪杰喝住 随后更是要求复原爱换一件朴素的衣服才能出门 复原爱只能换了衣服 对那时的她来说 夫妻和谐更重要 相比复原爱渴望夫妻和谐 江洪杰似乎并不这样想 除了要求复原爱一轴朴素 她更呵斥复原爱对牙医进行挑逗 然而这个挑逗的动作就是张开嘴给牙医看口腔 仅仅是看牙医就被说成是挑逗 那复原爱还能和身边的男性友人正常交往吗 除此之外 妄图复原爱以夫为尊的江洪杰 甚至连复原爱喜欢的东西都不让买 复原爱在机场看中了一个好看的本子 原本希望江洪杰能够给个意见挑选颜色 却不想江洪杰却骂复原爱浪费钱不准买 机场一个本子要不了多少钱 复原爱花自己的钱买喜欢的东西 这江洪杰都不准买 控制于到了这个地方 复原爱在婚姻中又怎么会幸福呢 被江洪杰一家压榨 尚弱江洪杰的家人对复原爱很好 那在异国他乡他也能感受到温暖 然而事与愿违 一心做好儿媳妇的复原爱被婆婆说是会下金蛋的鸡 对此丈夫表示冷漠 甚至质问复原爱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完全被当作赚钱工具的复原爱甚至没有享受到金主该有的待遇 甚至恰恰相反 复原爱在夫家并不受待见 江洪杰的姐姐不仅经常向媒体曝光复原爱的生活 还会将他生活上的一些照片给媒体 待在家中都没有任何隐私的复原爱 不堪负重 离开他姐姐却被打电话过来骂 嫁到异国他乡 复原爱原本只有丈夫江洪杰可以依靠 却不想行为控制言语辱骂 最亲的丈夫却成了伤害他最深的人 不顾及妻子安危 虚伪的婚姻不必强留 如果遇到危险 我一定会带着孩子先跑 在父母中必须有一方存活 孩子将来才有依靠 试想一下 这样的话如果是你丈夫对你说 你会是什么心情 然而这句话就是江洪杰对傅原爱说的 在婚姻中 虽不求他舍己问人 但还未出现危险 就已经打算抛弃妻子 这样的丈夫还不够让人心寒吗 一番大道理 不过是将不顾妻子安危的渣男发言在包装 不仅如此 在傅原爱深陷约会男友人的舆论困扰时 江洪杰不仅没有站出来力挺妻子 反而一番不认识的言论再次将傅原爱推回漩涡 信誓旦旦的丈夫甚至不如网友 以一张照片就顺由媒体造谣自己的妻子 无论如何真的够了 傅原爱几次三番为丈夫说话 几次三番为她挺身而出 几次三番帮助她事业照顾她家人 却不想换来的不过是冷言冷语 不管不顾 面对婚变传闻 江洪杰几次邀请傅原爱面谈 不管是请她去台湾 还是自己去日本 都被一一拒绝 曾在节目中说出这样的话 难道完美丈夫都是作秀吗 如今傅原爱不再背锅 拒绝面谈恐怕就是坚定了和江洪杰一刀两断的决心 几次爆料扯掉了江洪杰完美丈夫的遮羞布 这样的她后续又该如何收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